新年 新楼 新气象 新人 新房 新海洋 我又要没有搞这 地瓜你卖啥萌 赶紧赶紧干活 说什么来呀 这好多沙子呀 小艳长 赶快点 今天咱们争取把这个 这一小半边全部给它掏出来 干了将近一个多小时 终于和地瓜小艳长把外边的墙全部用玻璃给围起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里边的这些空间给它掏出来 虽然说这么大的山一下掏不出来 但是至少得先够我们生活 你们先掏着啊 嬷嬷给去外边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漏水的地方 哎 右边这边这地瓜你怎么干的活 这边怎么还没填住呢 那谁现在就交给嬷嬷吧 咱们来把这边给它包一下 毕竟地瓜小艳只 嘴上无毛 办事不老 他们一些小女孩子家家 能完成什么大事情 要干防止这种事情 自然是要交给我们男孩子去做 里边收拾家装饰的那些 就交给他们来做好了 再检查最后一圈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继续可以继续刨杀着哦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地瓜修的桥 这么大一个圈口都不管 到时候抢一趟 全得掩饰 2000年之后 哦 经历了一两天 终于修成了 默默地瓜小艳只的水晶宫殿 水晶海底神殿正式完工 我要当谁位 我是大工程 嗯 哎 过分 什么过分 这大部分都是默默干的 哎哟 你们两个人过分啊 啊 我们换个角度 咱们不就是谁位了吗 这样我也是中间了 过分啊 过分 这样我一个人在前面 我这样我一个人在前面 三角形绝了 好了好了 拍也拍了 玩也玩了 盖也盖了 聊也聊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该去收拾收拾 咱们的水晶宫殿内部了 咱们这个大门 必须得是全透明的 这样我们随时在家里 就能看到门外是否有伏兵 也能防止他们天神帮 对我们下一些下山烂的招数 门口这里 占用老莫独家的断水流铺砖法 很巧妙的就把大门 做成了一个睡帘兜的形式 要说它的原理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它的水流方向本身是垂直流向的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它侧面的一边 全部用石砖给它把水切掉就可以了 老虎啦 哎呀我知道了 我还没瞎呢 嘴帘洞门全部做完 最后怎么把这点破石头一掏 用砂砖给它统一一下地板就可以了 最终成型 怎么样 看上去还是有一点点神秘的感觉吧 嗯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nice 我们海山帮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啦 呀呼 来来来来来来 兄弟姐妹们 咱们一起来拍一个这么海山帮的第一次团圆照 嗯 我躲在角落怎么感觉好可怜的样子 莫莫要站身外 这这这这 莫莫要站身外 哎呀你们在拍照啊 哎呀啦哎呀啦 这这这这 哎呦 这咋还抢劲呢 上一边就给我 跟你有半毛钱关系 那么接下来就该商量一下 去针对他们天神帮的对策了 走 马上 你给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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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 吃市玫尔 啊 吃市养